你很復骨 對 我就是喜歡復骨這樣 來老師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可是它這個復骨又 沒有 我原本是想要 這個再大一點 超級尺寸 就比較適合現在 就你長高了 但是我太高了 就變成好像剛剛好的樣子 我覺得有一點點 就是還是有做到落肩 可是因為你的肩膀比較寬 所以這個線條特別的方 最大件了是不是 這個就是XL最大的 我覺得因為風險來講 真的不準 因為你知道通常這種 長得高又帥 然後又 那基因都有問題 因為它也比較有問題 都是當藝人模特兒 所以大家可以坐在這裡 所以它穿這樣 我們可能一般會覺得說 也不過不失 對 但是在時髦點上 會覺得說好像還可以稍微 修一下 怎麼樣 我有一個外套 我可以嗎 給它套一下看 現在喔 可以嗎 超大 而且跟妳 而且跟妳很像喔 我要看看換一下 我好像有這件外套耶 真的喔 好像這個 好大耶 這上就時髦起來了 時尚多了 你剛剛那個很像縮水的 對 謝謝老師 沒有 我只是借妳穿 這是妳自己的喔 這是我自己的 我有生前一個還有一個破洞 好 妳看現在就跟它這個樣子 板前很像對不對 但是時髦點在哪裡 可能就是來 去老師房間 這樣好多喔 可能就是妳看袖子 袖子 對 有重複感 對 這邊放下來也可以 然後這邊有一個叉 就跟妳傳統的那個點派一樣 然後下擺它也是不收編的設計 然後後面這裡 妳看它整個就算整個 它已經夠大隻了 所以它穿的話更落肩 對 然後本來它這個一般 就是很一般的褲子 就這個可以永久都 只要妳腿保持 其實這個應該永遠都會流行的話 也可能會永遠流行 或者也可能就覺得 就是基本款 但是利用上身來改的時候 它整個就 妳看它自己欣賞 一直在看電視 好欣賞 所以這個尺寸看是我的 妳看我跟它身高差別 所以穿起來是不一樣 你們可以一起穿 好好 我沒有 就是先這樣子 對 妳穿完就留在回憶中就好了 還有一個招 不要啦 妳穿著啦 好像可以穿著這樣子 反正我就是喜歡這種 就是全身斬領 就是復古的樣子 再講褲子 褲子 搞不好老師也給妳換褲子 對... 他送我褲子 搞不好給妳 褲子的話我就是 我就是喜歡寬鬆的 寬鬆的 尤其是高腰的 你喜歡老師的啦 妳現在在跟我講嗎 對 小語很多耶 我真的有 我真的有一模一樣的外套 跟老師一樣 因為那時候 在韓國東大門逛的時候 買到的 對 所以它價錢也很便宜 很便宜 牛仔的優點我覺得 就是不會太貴 哪有 貴的好貴 嚇死你 我隨便一條牛仔褲都可以買全部 真的 真的 然後你要丟也不是 不丟也不是 放在那邊發霉 長葉子 我告訴你 你真的一件好的牛仔褲 你這一件 可能可以買到300件以上 差這麼多